只要把第二条关带接上去 整个网络就开始崩掉 因为这其实做时路由器坏了 但这位H37的网工大牛就做不住了 连夜购买了同款的路由器做了实验 并且给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他视频一公布 他评论区和我的评论区都沦陷了 此时我在想的 那么成当时真的是判断错了 并得求生的态度 我再次携带我的路由器 赶往到现场 来到了现场 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情况的朋友 我这边就大概描述一下 之前的情况 现在我电脑接下来路由器让 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这边我就随便拼了个外网 证明他网络是通向的 外网拼通后 接下来我就把第二条关带接上去 看网络会不会崩掉 为了更直观的展现 我这里就不过多点急了 直接到网 丢了一个包 后面能听懂几个包就断了 这里可以看到 我接第二条关带上去 拼就马上丢了个包 大概过了15秒左右 拼就再也不通了 断了 然后一直断再也连不上来 浏览器也打不开了 此时我已经点击打开浏览器了 但是这个浏览器有个特殊性 连时要断网了 它启动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没办法 只有拔了第二条关带 网络才能恢复 只有拔了 拔了应该有一秒两秒 差不多五秒吧 大家有看见没有 只要拔了一条关带 外网不但可以拼通 浏览器它也可以正常打开了 但是只要我接回去 网络就马上崩掉 我就不过多罪数了 接下来 我就要用那微博主的方法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在网络试试里面 找到ICMP探测 我按照这个方法 把万一和万二的链路探测给关了 这时候 我再接第二条关带 看看第二条关带接入 有没有再次出现网络崩溃的情况 浏览器可以正常打开 这边再拼一下 按照它这个方法 问题确实可以得到解决 两条关带插上去了 网页可以打得开 后面拼 也没有断开的记录 但是大伙不知道 列路探测的重要性 它是检查万口 有没有可用的网络 如果关了这个功能 其中要是一个万口 欠废了 或者光线出了故障 它也会一直走这万口的网络 这样的话 会缴乱整个网络的 那位博主也说过 这种方法并不完美 所以 还是得把它打开才行 按照那位博主的建议 我把114的DNS 换成了我们海南本地的DNS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海南本地的DNS 也是无法拼通的 我就这么填上去 会不会出现网页打不开的情况 方式改完后 我就马上打开网页 试了一下 果然还真的打不开了 这里我又认证一下 把它掉一条万代 看看网络 会不会恢复过来 360可以拼得通 我大概拔了10秒左右 拼就开始恢复了 网页又可以正常打开了 看来探测地址 要填写拼得通的DNS才行 当时我就试了下 阿里的DNS 因为这个DNS 它是可以拼得通的 我把它输进去后 就把第二条弯袋再接上去 看它会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 我看它会怎么 看它会怎么样 果然和DNS有关 看来填写能拼通的DNS 再接住两个关带 确实就不会出现断网的情况了 冒事问题就将得到了解决 但是这边的故障 远比我想正中的更加复杂 虽说阿里的DNS不会断了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 网页加载的特别的慢 甚至有时候 网页还出现打不开的情况 当时语言是光猫不好导致的 后面我就把光猫改成了锹接 用路线来不好试下 哪成长这么一改 不知道为什么 网页的DNS总会消失 这两个来回跳 你没看见吗 对 所以说还是得通DNS 现在不跳了 现在直接没了 DNS老是跳 直接就断网了 再刷新一下 又有了 先编辑 现在呢 我怎么感觉有bug 确实 又断了 断了 再刷新一下 两个都没了 水碳还是冲突 当时我们尝试关闭列路探测 但是人就改变不了 万口地址消失的情况 不行不行 你这两个根本来回跳 估计一直断一直断 改了也不行 大概每隔10秒 万口的IP地址连上又断开 连上又断开 就连拼也是断断续续的 后面我查看了下运行日记 发现一大片都是断开的记录 这并不像是一个正常路由器 该有的样子 说来也巧 它下面这路由器 我上次过来还是好好的 但是那次停电不久后 它就彻底不亮了 所以我仍旧怀疑 它上面的路器 是不是也是坏的 后面为了验证 这路器是不是真的坏了 我就把我带来的路器装上去 到我看吧 万一和二已经连上了 而且平外网10分钟 没有断开过一次 看来真的是这路器有问题了 很多人不了解现场的情况 看了那位网工大牛的视频 就在评论区对我一片的指责 反正各种骂声都有 甚至还有人说 我拿了一个杂牌路器 给人家换上去就解决了 你要说这个是杂牌路器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过小胡视频的都知道 平常我能修则修 从不幸运给人家换设备 你可以放我100期视频 给人家换设备的估计不会超过三次 可能你们看到这里 又要去人家视频那边评论了 但是请等一下 这事还有反转 我把路器带回去检测 却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 这个路器在我这边不傲 仍是没有断开的记录 我给路器挂拼了几个小时的外网 一直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 这和之前10秒断开一次 那可是天差地别了 难不成他们那边的宽带存在问题 于是我就马上远程看了下 新装的路器有没有外网断开的记录 哪曾想我这么一查 我的天 刚装上去短短几个小时 就有3600条外网断开的记录 我突然就想到了 219集 我维修一家电竞酒店 也遇到这种情况 只要路器不好 外网就会疯狂的断开 只有把光猫改成路由模式 网络才能恢复正常 看来他们那边宽带确实出问题了 最好的证明是 4台路器在那边不好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反而设备带到我这边来 就无比的正常 那应该是那边的宽带设备 出现了什么bug 这种故障 一般的宽带师傅根本就查不了 那卫博主也提到了 光栏被挖断的情况 确实 当时我来的时候 那边的负责人就和我说 他们路由器原本一直都是 插两条宽带的 但是那天光栏被挖断后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看来这故障 只能宽带方那边去解决了 至于一开始 为什么我带来的路由器 可以支持双宽带 他们这边三台路由器却不行 因为我才发现 我这行奥的路由器 探载功能默认是关闭的 大伙给参考我284集 那期讲的是 他们卡住的原因 是一条宽带欠废导致的 因为那边用的 正是这个行奥的路由器 他没有经过任何的探测 就使用了那条欠废的宽带 然后导致一部分人 网页打不开的情况 最后我想说下 我为了收集这些案例 为行业内提供参考缺席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 甚至我知道他自己掏钱维修的 我当时连钱都没有收他的 就因为这一次判断失误 以来这么多人的嘲讽 我想说 这种故障除了这位博主 估计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因为他是H3C模拟器作者 他对H3C的设备 肯定之根之底 当时我也把数据包 发给了很多工程师分析 没有一个像他这样 能分析出具体故障来 更别说我能分析了 小胡一直希望 这行业内能再次出现一个 像我这样通过分享的案例 照顾这行业的百万粉博主 但是看目前的环境 真的很难了